不管转那个方向 这个灯泡应该 这里应该是可以的 大概这个位置 我应该能够看到这里面产生一些灯光效果 但现在没有产生 我测试一下 用极端数字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顺目就位置不对 可能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 因为这里面肯定有个灯泡 我没有注意到 我把它拉下来一点 那这里是能够看到一点的 看不清现在 哦对没打开灯 那我把它复位 我这个灯 我想要的这个感觉 只是在灯具上面 能够让这个灯具感觉 它是开着就可以了 我不管它这里产生的什么效果 我只管这里 接下来我再用一个灯 来模拟它所打出来的 这个灯光效果 我就把这个灯啊 分两个东西来 把它分成两部分来控制 一部分先控制灯具 这个灯具还可以再亮一些 让人感觉到这个灯 是明显的开着的 一个球灯 一个片灯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灯是开着了 对吧 有一点点 可以了 你也可以再稍微大一些 如果你觉得不够刺激的话 也可以稍微大一些 那比如说 我再调大一些吧 这种意思啊 这都用懂了 咱们主要今天要解决这个流程和理念问题 再来一个 两个灯都开了 但这两个灯开了 明显这里不可能还是这么暗 对吧 当这个台面 当处在这个灯光的直接照射下 它这里面应该是128 但现在它就40级 但是肯定太暗了 好 我们来做一个灯 这个灯就很简单 我就打开 这个范围 就这么个范围 对吧 刚才我们那个同灯也是这么做的 因为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柔和光源 柔和阴影 好 把它放到下面来一点 对吧 从这里开始往下打 如果上面的话 变成这个灯区的阴影都照出来了 不客气 然后开始算 我的这些灯啊 都是从厂家的这个官网上面下载的 这种东西 大家要 不过你们也碰不到 有人指定产品 这个厂家 这个品牌 这个产品 那你就去找 记住128 直接照射一下 是128 差不多 对不对 出现了129 但大部分都是在128 最亮的地方 126 127 可以了 我觉得 差不多 你看这个花肯定已经把这个点缀了 159了已经 但不要紧 这么一个小地方 无所谓 这个地方才是最最关键 这个地方很亮 看一下多少 120 121 可以 那这种方法你会可以检查 将来会不会曝光 还有这个东西 黄色 曝光 但这个是背景 无所谓 这我将来是背景 这个我将来是背景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觉得太蓝了 太冷了 我还没调这个 色温还没调呢 先调到5000看一下 暖下来了 是不是 这个暖了 对吧 然后呢